你干什么 你是睡里边还是睡外边 我还是睡地下吧 如若有心要对你做什么 无论你睡地上还是床上 结果都一样 就是觉得床太小 怕怠慢了太子 我们两个人躺着 中间只怕能再睡下五六个人 这床偶尸太小 你我既是夫妻 何不让我抱着你睡 这床偶尸太小 这床偶尸太小 or 老公 他进就没多长时间 别的没学会 学会喝酒了 给小殿下喝酒 再喝酒 无法 老公 老公 他不过就是喝了几杯 没事的 千千 闻闹也要用分寸 你对我怎样我都可以包容 可若是 阿丽在这清晴有什么闪失 一定不会包恨 那怎么样也是九重天的小神仙 他不过就喝了几杯酒嘛 也是你们不请自来的 你要是觉得委屈 回去便是啊 你知道为你我不会的 但如果有必要 为了阿丽 孙殿下请跟我回去 我大爹阿皇和娘亲在一起 孙殿贸然来访 还请受罪 我还倒是美门子亲戚 漂亮眼睛 九重天太子侧妃肃宿景 给姐姐请 这小小年纪与我姐妹相称 怕是不太合规矩吧 太子殿下尚未与你行礼成婚 你便与她交紧而握终日缠你 这怕是更不合规矩 这是哪儿的规矩 这里是青秋 自然就要依着青秋的规矩 何况只是同吃同住 反是依照哪里的规矩 你都须得喊我一声上车 那洞里面冻死阿姨了 请随我回天宫吧 她好像不愿意跟你回去 天命难违 别再说天命难违 我刚刚禀过天居 我夫妻要人 带阿里去凡天国安申请 便会送她回去 凡天离仙界 是想借她的仙体复活你家死胎 你想怎样 谁躲我所爱 她与我目光带天 凡天离仙界最近的地方 登城的时候 父亲都会带我来这儿 丽华君是太子爷吗 连生火都不会啊 娘亲 父亲说过 在凡天不能用仙子 你父亲不是凡人啊 在这儿 我们都是凡人 原来这就是你的仙风呀 倒水与我有几分相思 三百年前 东海交人族骑兵反叛 我占了七天七夜 最后我胜 但也修为散几 出身仙气 与凡人相差无几 你救了我 这个恩必须得帮 如你以身相许 那点也好 那也是没有名字 我给他起名叫 素素 黄大泽 我和他拜了天地 能在此一直奔他左右 我愿落入凡尘 永不畏心 有我 有这座房子 需要 信任 我 会死 神仙不会 你说生死相守 到最后还是 生死历别 那后来呢 另一个故事了